《74蘋果日報》 李大生代考 潘社福 2015年7月10日法庭 本報信 增留學英國的香港理工大學 男生聲稱受好友所託 持假中國護照 無常替好友的內地有人作槍手 參加在港舉行的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G.S. 最終印護照質素太差劣 被監考員鐵法報警 他早前承認使用虛假文書罪 作被判接受社會服務令80小時 被告羅偉兌24歲 然於李大會計及財務系就讀一年級 作離開九龍城法院時戴上帽及口罩 登上有人準備支的士絕塵而去 案發MHC在去年7月19日 被告手持有其相片但聲明為任何的中國護照 到尖沙咀富豪九龍酒店宴會廳應考 入場時將手工差劣的護照交予監考員 引起懷疑中事敗 案件去編號KCCC1965記者楊家樂 就像上司機辰博家 作詞二世紀 作詞第二 miss 作詞二世紀 作詞二世紀